目前來講我們是一個 家庭內同宿交人的親密接觸者 其實離社區感染已經很近了 政策還是都可以被討論的啦 覺得有錯誤就要把它指出來嘛 我們大家才能夠做經歷過討論 但是很多都是事後發生的 大家做評論 評論可以耶 不能講錯誤 23號疑似感染源 我不知道你指的哪個案例 就是那個華航會不特有的 所以23號可能就已經有一次的案件在華航園區 沒有 我沒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沒有這樣的訊息 華航 妳是說員工的 就是他們只有一次感染者 這個問題太模糊 那總之我們有任何的 我們只要能夠確診的病人 那我們就會及時跟大眾來做宣布 這個評論也蠻模糊的 那基本上大概我們指揮中心運作 這麼久以來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是以專家的意見為主 那當然經過一些可行性的評估 那基本上大的政策 或大的一個疫情 都只有我來親自對社會來宣布 第一個在我們在某種疫調要公佈它的一個足跡 那大概是要有意義的嘛 我還記得大概1136 1136 1136是女兒嘛 1136是女兒 4月29號 所以可殘忍期是4月26號 也更保守一點 24、25 那最多了 然後那段時間它大概也是在那個時間以後 才是受感染的 所以那個我記得好像是到有花東的足跡 大概是20號的 但是那個足跡已經對這個傳染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然後第二它在上班的地方 大概我們全部都已經通知了 我想想請看了一下 剛剛楊政長前所長 剛剛楊政長講到說 這一期那個華航巨事件 他覺得可能是在政策上面有錯誤 你怎麼會有這件事情 政策上面有錯誤 我想就是說政策還是都可以被討論的 那覺得有錯誤就要把它指出來 那我們大家才能夠做進一步討論 但是很多都是所謂的一個事後發生的 那大家做評論 那評論可以 那也不能講錯誤 剛剛提到說我們現在不是在社區感染 那這樣算是社區感染的邊緣嗎 當然 當然是在社區感染的一個邊緣 只是我們現在目前來講我們是一個家庭內 同宿家人的親密接觸者 那其實離社區感染已經很近了 部長 我們現在1號傳播者都還沒找出來 還要等到大概是要有 還有等到誰要理清才可以確認說 這個1號傳播者 很難 現在1號傳播者到目前來講 還沒有辦法確實的來理清 因為它有幾個可能 大概你有可能當然就是 一個是我們國內的機師 然後從國外染疫帶進我們的旅社來 然後或者是外國籍的機師 他在過勤的時候在飯店留下相關的可能性 然後傳染給我們的員工 那員工之間互相的一個傳播 這邊員工的一個傳播鏈 然後再傳給其他的一個就是住在裡面的人 這當然是一個可能性 這當然是一個可能性 當然另外一個可能性 然後當然是員工從這個社區帶進病毒來 帶到裡面 那個就嚴重了 跟目前來看起來這樣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因為周遭的人經過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檢視之後 並沒有大量的這種的PCR陽性的在社區裡面 所以從外面進來應該是比較 那個是比較不被考慮的 那當然現在看起來我們就有幾株的病毒株 這個基因定序是完全一樣 那另外還有1101跟1102 它的基因定序 它們兩個也略有不同 各差一個到三個的基因 那跟其他那個比較大左也不一樣 所以不排除有多重的這樣的一個感染 然後進到這個ROFT裡面來 好 請問一下您剛剛有想說 現在華航機師的這個社區 才能承認這幾株裡面的國家 熱情的觀念才能一定會在這邊嗎 沒有 現在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從華航機師從我們這樣大量的 應該幾乎已經把他們的現在在社區的機師 都已經招回採檢 並沒有發現新的陽性的個案 然後剩下的不是在我們在居家檢疫中的 華航機師現在都會在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另外一些還有在派飛的 派飛到5月8號都會完成 所以基本上這些華航機師 他已經跟這個社區已經是隔絕了 所以他對於社區影響一定減到最低 那大家現在對於社區裡面的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在諾富特的幾個員工 跟他們所公佈的一些家人的情況 他們都有比較長的 是從1120在社區鋪路的時間算是比較久 他從我們推估的可參選期是15號 所以他到後來入院大概有12天 都有可參選期是鋪路在外面的 然後接下來在1127、1128、1129 相關的都有大概兩三天可參選期是鋪路到社會 這都是我們現在的一個隱憂 加上1129三位的家人 三位的家人現在也染疫 那發病時間也都在4月29號 那換句話說他們在之間也有兩三天 是沒有被隔離開的可參染型跟社區的接觸 然後另外現在新看到1130、1137 兩位都5歲以下小孩沒有送拖都在家庭裡面 那相對對社區的威脅是低的 所以這樣有幾個可能我們需要去注意的 而這些要被注意的 我們都不同的不管是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監測或者是居隔採檢 這些都已經在都在做了 這我就不知道 在我們來講我們在意的是可專輪期的疫調 是不是有調查清楚 我們不會去調查到今年初 3月1號他做什麼 那些其實都是多聲干擾著而已 我們要很精確地掌握可專輪期的相關的行為 然後讓社會清楚 我現在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那個所謂的那份自意調 那現在目前的一個群聚事件是有 現在你們傳播還已經說已經有社區的案件 目前來講就是說在 等於是在諾富特飯店裡面有一個群聚 然後對外是親密家庭的 親密的應該是同住家人的親密接觸者 那這邊沒有擴展到社區裡面來 狹義的來講 像莫富特飯店 因為他現在是說有一個確診的 是廚房工作的員工 但是廚房工作的員工照理來說 應該是不會直接接觸到 比如說像機師或什麼其他的一些狀況 然後他還有在外面公餐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不會不會在防疫旅館公餐 不會有一些疑忽 在目前來講 只是由餐點來做傳播到現在 除了有一些預測之外 並沒有一些明確的證據 因為餐點畢竟還是要都要煮熟的 那跟一般來講 會比較擔憂是外場的工作人員 直接食物有接觸到 這會比較擔憂 那但目前來講 他是一個內場的工作人員 那至於他在什麼地方被傳染到 當然說我們是比較懷疑 就是說是不是在V1的辦公區裡面 有互相接觸的可能 對於他做的就是 這是What?